世界上最了解你的是谁 是父母 伴侣 你的朋友 或是你自己 如果你生在20世纪的话 那可能是 但现在最了解你的 可能是他们 他们熟悉你的喜好 给你实用的建议 甚至开拓你的视野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了解你 背后的秘密就是 推荐系统 推荐系统会爬过你到过的网站 听过的音乐 记录你的各种足迹 如果你刚好喜欢按赞 订阅又分享 他就会记录这些资讯 接着 把和你有相似喜好的人 圈在一起 推荐你这些人喜欢 但你还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这就是所谓的 协同过滤 这套系统 已经广泛被应用在许多产品中 无论是YouTube推荐你的好笑影片 Spotify上专属你的美洲歌单 还是交友网站上 你想寻觅的另一半 从今以后 你的喜好不再只有你知道 推荐系统结合你的喜好 把大量不需要的资讯过滤掉 最后呈现在你眼前的是 讨喜 有用 甚至出乎意料的东西 听起来 推荐系统就像是最棒的朋友 对吧 但事实上 这可能有些问题 如果有心人士操控推荐系统 把一些重要的资讯过滤掉 那么 科技本身并不危险 危险的是人 要如何好好运用科技 又不被操控 你准备好了吗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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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